这个星期聚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将把他们大部分讨论的焦点放在如何结束叙利亚的冲突上。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斗仍然在继续,导致当地的医院人满为患。 我们的村子里遭到更多炸弹的轰炸,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是我要做腹部手术的数百名受伤的人之一。 这场冲突已经导致大约十万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数每天还在增加。 在那些最终跨过了边界的人中,很多人受了伤,变成了残疾,生了病。 而且因为失去了亲人和家园,以及他们过去所熟悉的那种生活,而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由14个人道机构组成的团体,星期一呼吁联合国增加财政上的支持,以满足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眼前以及长期的需求。 很多人对那些在难民营里,而又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长大的小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忧。 联合国全球教育问题特使,前英国首相布朗,星期一宣布了一个在黎巴嫩对40万叙利亚儿童提供教育的计划。 他从网络竞选组织阿瓦兹那里,获得了100万美元的资金来启动这个项目。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让不同的组织相信这是一个实际的,可以取得成效,而且可以立即得到实施的计划,来筹集资金。 与其让40万叙利亚儿童无所失失,失业,而且成为不能受雇的人,成为失去的,被浪费的,以及童年被毁的一代人。 我们可以显示,在今后几个月,这些40万儿童可以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机会。 布朗星期一在纽约呼吁资助国为这个项目提供1亿75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雇佣曾经做过教师的叙利亚人和难民。 在黎巴嫩的学校里,进行两班甚至三班倒的轮班制来开班,而且向孩子们提供饮食。 在美国上大学的叙利亚学生哈达德也加入了这个项目的宣传活动。 接受教育就是设想这样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我们可以同其他人一道,成为影响我们共同未来的合作者。 因此,在叙利亚问题上,所有有关各方都必须理解。 能够接受适当的教育是叙利亚儿童也是所有儿童的基本权利。 布朗还纵援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支持这个项目。 现年16岁的马拉拉一年前因为在巴基斯坦为女孩子争取获得教育的机会,而遭到塔利班激进分子枪击头部和颈部。 她在那次暗杀企图中幸免于难,在英国做了手术和大量的治疗后得以康复。 谢谢大家。